这是一二三木头人啊,真正的红灯绿灯呀,这个玩偶也太大了,不好,它转过来了,千万不能动啊。 啊,这时候过什么车,不好,被发现了,完了完了。 好的,接下来和小屋碑和机器人一起来挑战吧。 怎么回事,这刚开始,你俩怎么就中单了呢? 龟兄,咱们再来一局啊,这次你可得小心一点。 女玩偶可不好惹啊,就是现在,预备,好,好的,胜利通关。 哎,龟兄,你怎么跑那么慢呢?又要挨枪子儿了吧? 还好,女有龟可保护,什么,怎么会有车快过来? 竟然,竟然是黑衣人。 哦,这又是什么鬼?大骨头大铁锤,这是要干嘛? 哇,病毒冲过来了,太好了,直接被锤柄了,就是现在,快走。 这,这头顶上又是什么鬼?不好,更多的病毒蜂拥而至,看我的,完美,一锦搞定。 再来看看这边,哇,这就更厉害了,是飞轮儿。 看着阻挡病毒的效果,真是滴水不漏啊。 嘿,那个家伙,你在干嘛?竟然要尝一尝病毒的字吧?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?你看,被感染了吧? 这么快就变成这个绿样子,也太丑了。 看一下这边,哇,这就是传说中的斯米达砍刀吗? 这拦截功力也太强悍了吧,汽车都直接被一分为二了。 再来看看这边,哎呦,这是什么个情况? 天呐,路面咋还掉下去了? 原来是汽车通行时间,这设计不错,真正人车分离啊。 哦,这哥们儿是闯红灯了吗? 有了这设计,看谁还敢闯红灯。 这后果一定不是你想要的。 哎,这个小锤锤是干嘛的? 碰,不准过,原来是进行了。 不过就不过,你干嘛吹我头啊? 哎呀妈呀,这是大锤柏呀,看谁敢闯红灯。 哇,厉害了。 好啦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特别提醒大家,出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。 那句话是,高高兴兴出门去,平平安安回家来。 好啦,今天就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咯。